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大陆巡奇 江苏淮安这个城市的名称呢 听来像是想图个淮河平安的吉利 但是自从黄河奪怀事情发生之后呢 可就令人是寝室难安的 淮河不再有了入海口 改在三江营汇入长江 而留下的旧淮河故道呢 还被建立一座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标志建筑 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到淮安 了解淮河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到跟扬州 苏州 庞州起名的 历史文化名城 淮安 早在向商周时期 这里就有相当长度的开发 既有陆上干道 善道 通达南北 又有寒沟沟通江淮 交通灌溉之力讲于全国 所以成为春秋战国列强 相互争夺的重要地区 淮安境内河湖交错 水网纵横 主要的河道包括金航大远河 淮树新河 苏北灌溉总渠 淮河入江水道 淮河入淮水道 六堂河 岩河 淮河干流等九条 从这些名字当中就不难看出 淮安跟淮河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古淮河在历史上河水较轻 海上量少 西元一一九四年 黄河绝可夺淮河水道入海以前呢 河道没有较大的变迁跟改道 淮河明初以来 黄河在夏季绝口的洪水 借到古淮河下游水道入海 写下淮安境内长达七百多年的黄河 夺淮入海历史 黄河的洪水泥沙淹没了古淮河水道 也淹没许多凉田 自古以来 秦岭和淮河是大陆南方与北方的自然分界线 一一九四年 黄河绝可改道 以淮河河道作为固定的出海口 一直到了一八五五年 横跨了宋 元 宁 七四个朝代 被称为黄河夺淮 然而这样少有灾害的淮河流域 变成了洪灾不断的地区 研究淮河的灾害时就可以发现 这段期间 洪澳灾害高达一百三十一次 平均三年多就有一次 而如今呢 旧有的淮河河道经过改建 变成了古淮河公园 也成为了当下民众休闲与娱乐的好去处 1958年 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的制淮工程 切断了古淮河水道 跟航道的基本流露 目前大部分的河岸呢 已经开发成十多个生态公园 其中古淮河生态公园是较具代表性的 为了表现淮河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 园区里头的淮峰台呢 是以花岗岩铺救出中国地图 并说明中国民间的二十四节气 其实明清两代都有伟泰大元 驻淮治河 清燕园呢 便是清朝时期 江南河道总督布院的驻地 他起初名字叫西园 既名为淮园 又名淮园 之后呢 才称为清燕园 还有和清海燕之意 清燕园的清呢 有清水清河的意涵 燕呢 有平静 田静的意思 所以体现了淮安人想要降服水患 这样的渴求心理 再加上淮安它地处中国大陆的南北之间 所以呢 清燕园既体现了北方园林的雄伟 又体现了南方园林的秀丽 再加上当时的河道总督 它地位显赫 娇有盛广 所以呢 过往的大校官员和文人默克 来到这里都要住上几天 所以呢 也给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和名人诗话 清燕园始建在清康熙17年 西元1678年 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是淮安唯一保护完好的古典园林 也是中国潮显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关幻园林 河方书院是清燕园中最具特色的建筑 是在清乾隆15年 西元1750年时所增建的 河方书院周围 便是当年河道总督游戏的地方 清顺制远远起至总督河道雇运 主管为总督河道 关接正二体 制作本在山东的寄宁 苍西16年才进到江苏的清江湖 也就是今天的淮安 乾隆皇帝和他爷爷特西皇帝呢 是对这个河务草运 这个是十分的重视的 而他陆下江南四次来到清口 两次呢就入住了我们的河方书院 可见他对这个园子也是十分的喜爱的 也体现了我们这个青年园 他的特别之处 那他还有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古典吗 他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 十分喜欢这个流失词 在我们园子里有好多的石碑 都是他的亲笔所留 大多都是为了奖励这个河都 治河有功 像底济宣秦 济奏安南 大底就是说 这个河都呢 治河有功 让这个没有河化 让百姓安居乐业 这个意思 从河方书院 碑亭碑朗里的玉制碑文当中 可以了解当年治水的 金星跟曹林的情况 当时呢 是以怀安为轴心 形成恶草运 沿运 河宫 雀观游异的基柱 终至丙盛时期 这让怀安人感到引以自豪的 另外一件让怀安人感到光荣的 是宁祖林的发现 宁祖林是宁太祖朱元璋高祖 曾祖的一观种 以及他祖父实际的来葬地点 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 在宏武十九年西元一三八六年 在此地建祖林追风并崇葬祖父朱初一 以及曾祖朱四九高祖朱百六等三代帝后 第二年在林前建了响殿 有了十一年西元一四一三年了 朱棣建林新门跟围墙 宁祖林的修建前后将近三十年时间 迎建时间之长 体制的宏伟 在各代民营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宁祖中叶以后 皇和祭祀夺怀 当时的朝廷也是祭祀 祝体位灵 但是宁祖林还是在 金康熙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的1680年 被一次特大洪涝所淹没 沉入了洪泽湖的湖底 那我们要问下刘小姐 那后来宁祖林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宁祖林是1963年的时候 淮河大汉 考古学家沿着这走 寻找古四周城的 没想到走到宁祖林这里的时候 发现我身后这些神道士各群 全部散落在地上 这时候才发现是你带的地名 而且我们这里附近的村民 80%的人都是姓朱的 都是当年朱贵守灵人的后人 都是居付在这里的 所以说应该说这里的祖林是比较确定的 由于宁祖林是在明代地名体现当中 费分是最高的 所以说他明请的这个神道时刻的个头 大小多少比南京名校名和北京昌平十三名 要大一点 因为这是祖林 再大大不过祖子 不能清除这个道理 宁祖林时刻体型硕大 最大者纵达20多吨 为什么当年朱元璋要给他的祖父母 建这样一个衣冠种而不是千藏呢 据说朱元璋是找这个祖民 找了18年才找到的 找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他这个 找到他这个老祖坟 爷爷的实际一掌之地 但是没有把他扒开来 只是选了一个更好的位置 建立了一个衣冠种的地方 正好是在宗族县这一道 如果黄河夺怀的泛滥 也使得宁祖林不断地遭到水坏 秦康新年间 终被洪水吞没 一直到1963年 洪泽湖的水位下降了 宁祖林才又重建天日 洪泽湖的大闸蟹 在台湾也红济一时 下段节目呢 带领各位到洪泽湖一游 接下 crate 请不吝点赏